- 歡迎收看小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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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呢 - 我在直播上面買到了 - 兩隻大鵝的 - 叫大鵝的鬥魚啦 - 想再把它買回來 - 再繁殖一次看看 - 這一隻是鮪魚 - 看到嗎 - 看到嗎 - 看到嗎 - 這是鮪魚 - 在網路上 - 直播購買了這兩隻 - 其實這也是競標的喔 - 耳朵還蠻大片的 - 我們等一下要去附近學校去找一些感人葉 - 因為鬥魚它是需要軟水 -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找感人葉吧 - 呦呼 - 好 帶著小姐跟小狗一起來 - 撿那個鬥魚的懶人葉 - 那這一整排呢 - 全部都是懶人葉 - 可是 - 你看一下喔 - 全部都是綠色的 - 沒有黃色的 - 然後地上也被掃得非常乾淨 - 所以呢 - 你現在要拿一個感人葉來養鬥魚 - 有點困難 - 然後小姐等一下 - 跟小狗 - 欸 小狗 - 我們兩個等一下要 - 實施剪感人葉的工作 - 要剪那個很乾淨 - 欸 你的沙狗有沒有瞧這個 - 是要多乾 - 乾到像那個小狗的顏色一樣 - 對阿 小狗 - 你看牠現在很爽 - 好快點 - 你們兩個實施剪感人葉的工作 - 好 - 就是要很乾的那一種的 - 要幫牠挺你啊 - 這種的 - 喔這橄欖的 - 這樣會不會太乾啊 - 這樣子會不會太乾啊 - 我覺得這樣子會有點太乾耶 - 就是 - 要這樣子 - 欸 我找到了 - 類似 - 類似像這樣子的 - 咖啤紅 - 嗯 - 類似像這樣子的 - 藍 - 咖啤小狗這裡 - 瓜癢 - 縮 - 鎖起來韓羞腸 - 縮起來 - 哈哈 - 縮起來 - 我家小狗的顏色 - 都快跟感人一模一樣摟 - 嘅 - 看一下 - 欸這差不多 - 一定要找那種 吊在地上的 就是那個懶人葉 你一定要找那個吊在地上的 像這種的 這種的 要水要泡出來要黃黃的 這個可以 可以煮久這種就行了 然後 像這種太濕了就不行了 這泡不出顏色 還沒乾 這邊有蚊子喔 不要待太久好了 這個是什麼不要 這個白白的是什麼 那個回去還要洗 這個差不多吧 那個白白的會不會有菌 那就不要啊 這個很漂亮 可是它還沒乾啊 不行 一定要乾的 其實還蠻多蚊子的 這五頭 這應該是下雨打下來的 那可以洗吧 還可以洗啊 這個很滑 我們第一條 類似像這種的 有點帶紅的這種 那這種 這種都還要再洗過 這種都還要再洗過 那這個還會 對好多蚊子喔 那你長是不是有的 好多蚊子喔 我們走過來這邊一點啦 不然那邊蚊子好多 這個好像也太死 這個可以 好就是會 脆掉那一種 脆掉的聲音就是 對啊 這個非常的脆 看一下 非常 你看乾乾的 可以破嗎 好可以 這髒那個感覺 好多蚊子喔 啊應該要買防蚊液 沒用啊 有點太多蚊子耶 我們去別的地方好了 我們再去校園裡面 找其他的 看有沒有懶人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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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還有 學校裡面就是最多的 學校裡面就是最多的 好不好 我得 他現在很優雅的在走 你悠哉 有嗎 可以 啊 更好變嫩嫩就是給他用指甲給他脫厚就是乾的程度 對 對 乾 就搭耶 它脆脆的 脆起來 好 這樣泡才會有顏色出來 才會黃黃 找我們去下一個 來試坐 找看看下一個 我被蚊子太多了 轉移進去 好啦我們現在整個校園都已經繞過了 可是好像沒有多少懶人業 因為 被學校的 那個同學 掃得太乾淨了 好我們等下就先回去家裡面把那個 鬥魚的那個 羊 羊水的系統先處理好好不好 好這個是剛剛挑回來的葉子 那我們就挑一片然後給他洗一洗 然後給他殺菌一下 燙個熱水 看看幹嘛 等一下這個要放入懶人業水的那個洋水桶裡面 然後大概要選這種會破的那種 不要太濕的 如果太濕就沒效了 那個葉子如果太濕就不行 就大約的給他洗一下 像這種懶人業水啊 在 像這種懶人業啊 其實在學校裡面還很多 只要沒有被掃太乾淨的話 應該都走得到了 想省錢的話就是去學校撿 學校很多 我大概那個水給他燙一下消水 消水 這種的 乾的程度大概這種 比較乾越乾越好 就像這樣懶人業 那這個等一下就給他丟到那個懶人業的洋水桶裡面 那就因為魚也不多嘛 所以就兩隻而已就先暫時用那個小桶子 先養著這樣 養一桶那個懶人業水 然後日後要換水的時候就用這個來換 那個養出來的水來換 好 先洗一個小桶子起來 大概這樣子 把裡面有點髒 我就把它洗一洗 那等一下我就用這個來養那個懶人業水 那我們就方便日後呢 就是 豆乙要換新的水 可以使用 就洗一桶起來就好 不然一段訂閱就沖了吧 反正大家喜歡看我養人 那我就拍給大家看 這一桶水希望可以過三包胎吧 我剛好有那個軟水素質的三包胎了 然後再搭配懶人業水 應該就可以做出我們豆乳喜歡的水質 要給它過三包胎 對 三包胎 因為我有一道是那個軟水素質 所以可以做出豆乳喜歡的 比較酸性的水質 其實也不用太酸啊 但是這個可以做出了 第一道是白棉啊 可是那個棉一定會長這個 一道兩道第三道這一道是軟水素質 所以他就可以製作一點弱酸的水質 然後裡面再放懶能液 裡面再放一些懶能液 再加打氣就可以養著那個懶能液水 鬥魚再用這一桶的水來換這樣 那我到時候會測一下那個水質 看一下他的效果是如何 大概就這樣丟下去就好了 不用水腰筋下去打氣 就這樣淨化水質 他這樣有顏色出來就差不多了啦 那我們再去測一下他的 pH值到哪裡 因為我這邊是地下水 如果要做成軟水的話 可能需要那個軟水素質 因為我也是新手啊 養鬥魚的新手 所以我先用這個小桶子先養一下那個懶能液水 然後再去測一下他的pH值 鬥魚他是需要弱酸性的水 他也有用那個懶能液就ok 你如果想要測懶能液的話 學校非常多 要不然就是一些什麼公家機關的 露宿邊啊還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學校會比較多啦 就是去學校測 然後你要測的話 就是挑那種很乾的那種的 不要太濕的 然後梳上的不要摘啊 我們就直接 剪那個比較乾的就好 好 這是今天的 豆魚的養水 養水篇 豆魚仔如果繁殖成功 小潘表示一萬訂閱就來送豆魚 所以記得要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唷 MING PAO TORONTO